你根本无法想象黑化后的灵符到底是有多么的恐怖 他双手弯曲那近乎病态的表情 仿佛都在告诉世家 你度化云云众生在我看来是有多么的可笑 此时灵符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让人不寒而栗的气息 人间不知只有杀戮才是最好的回应 见此一幕场上所有的人一时间竟无法接受 这还是那个给人类带来幸福的祈福神吗 此刻也只有女武神才了解她曾经到底经历了什么 原来少年时的小灵符也曾梦想将幸福带给所有的人 甚至一只小鸟从树上掉下来都会让她紧张万分 而有那么一天小灵符路过一个村子 他看到这里的人们饱受着人间疾苦 他那颗善良的心被深深的触动 眼泪不由自主的掉了下来 他知道作为一个神明他应该为人类做些什么 忽然他发现一个小孩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他毫不犹豫的冲了过去 只见他将手放在小孩的身上 一阵金光闪过 这小孩竟然站了起来 而身上的病痛也随之消散 众人见状纷纷给小灵符跪下 将其奉为神明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将人类的不幸都吸到了自己的体内 可即便如此 他仍然无比的满足 为人类带来幸福 这不正是他一生的梦想吗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悲剧却悄然而来 在吸收了太多的不幸之后 小灵符的身体竟残败不堪 那钻心的痛苦 他独自默默的忍受 可他绝对想不到 他奉献了自己为人类带来的 却是万劫不复 在没有了不幸之后 人类变得无比的贪婪 欲望也随着野蛮生长 就连他当年救过的那个男孩 都已经将灵符彻底的忘记 小灵符没走两步 瘫倒在地 他实在想不通 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在这时 他惊讶的发现 所有的人们 都在追捧一个叫做世家的男人 一时间 所有的疑问 不甘 委屈全部的爆发 他大声质问世家 你到底凭什么 而对方的一句话却让他愣在当场 这一切只因为幸福 不是别人赐予的 而是自己争取的 你或许具备神性 但你真的了解人性吗 若黑暗不复存在 这光明又有何意义 小灵符听后 大脑瞬间当机 自己一直以来的信念 也瞬间坍塌 也就在这一刻 小灵符彻底的黑化 千年后 他站在竞技场上 再次面对世家 他就想问一句 你度化云云众称 可你灵山脚下 石托灵八百里 狮横遍野 是光明存在的代价 那不如让我用怒火 将一切焚烧殆尽 而神明之间的信念之战 就在此刻